我們今天要講的題目 最主要還是要講這個form 就叫Post Postform 什麼叫Postform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解釋清楚 再往還會要講什麼是Postform 為什麼要寫Postform 怎麼去寫 我先講一下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講Postform 那今天講的要跟上次講的不太一樣 上次講的是比較是 就是說怎麼樣去幫忙照顧 如果說家人或者是你的親戚朋友 有了這個毛病 那已經比較嚴重一點 應該怎麼樣去應付 當然我們照顧病人不只是要照顧病人 還要照顧自己 自己要好才能夠照顧病人 所以我們上次講的就是講這一些 當然有時候可能大家也許沒有聽得很清楚 或者是我沒有完全講得很清楚的話 等一下有問題當然我們可以再討論 但是我們今天我們先花一點時間來講這個form 叫Postform 這個form是一個form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等一下我會告訴你這個是什麼 最主要是在這個失智症已經到非常非常末期 他有時候到一個真的很嚴重的時候 自己根本沒有辦法去做任何的決定 那時候譬如說有時候我們去看病 醫生會問你說哎呀 甚至說你感冒啊 要不要吃什麼藥啊 你生病啊 會癌要不要吃他做這些 可是如果病人已經到失智症非常嚴重的末期 根本沒有辦法回答 也不只是失智症 我等一下會給他講 甚至有些其他的毛病 讓你的譬如說中風啊怎麼樣這些問題 讓你到最後的時間 你腦部不是那麼清楚 沒有辦法去回答醫生的問題的時候 那怎麼辦 那個時候有時候會造成一些問題 在我還沒有開始告訴你們怎麼辦以前 我們現在看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就是說 是講到一個 這個是一個叫李普普 他80多歲了 他換了老人失智症 住在我們的養老院 安老院 失智症我們上次講過 失智症到後期的時候常常會 他沒有辦法吞口水啊 吃東西沒有辦法吞得好 所以常常會有肺炎 那有時候得到肺炎的時候 他就到醫院去治療了 那住院的時候 當然他繩子不牽毛 飲食困難 所以沒有辦法 因為既然他吃東西的時候常常就是說 本來我們吃的東西應該要跑到胃裡面去 他跑到肺裡面去叫什麼肺炎 那既然他吃東西沒辦法吃到胃裡面的話 有時候就要放個胃口管 就是從鼻子這邊放進去 那麼放著去飲食 可是等到他肺炎恢復了以後 當然常常我們看到的人放胃口管去飲食 那我們希望說他病好了以後 就可以把胃口管拿掉 他又可以飲食 可是這個病人失智症 他已經到一個程度 他已經沒有辦法自己飲食的時候 他雖然肺炎已經治好了 可是他還是沒有辦法自己吃東西 自己吞咽 因為你如果讓他自己吞咽的話 他可能又會再得到肺炎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只好把那個胃口管還留著 所以出院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看到有些人就插了一個管子 插這個管子他回到養老院以後 因為有一個管子總是不舒服 尤其是是這樣的病人 你也沒辦法跟他解釋說 為什麼要插這個管子 當然就會一直要把胃口管絲拉掉了 那怎麼辦呢 如果他讓他拉掉 在老人院裡 你才能看到他們 就只好把他的手綁起來 因為這樣他不要去拉 對不對 所以就把他雙手綁起來 這樣的話當然是要得到家屬的同意 那家屬也沒有辦法 要不然你要怎麼辦 你把胃口管拔掉 又要到醫院去 又插一個管子 然後又拔掉 也不能老實在講 所以就同意把他拔起來 把他手綁起來 可是有些親友就會講 這樣不是受罪嗎 老了人氣這麼大了 還把手腳綁起來 讓他搭個管子 這樣是不是受罪 那倒不如就讓他能夠吃多少 或者是能不能吞就隨他去吧 有些人會這麼想對不對 這個就是 但是有些老人家的同工 這個其實我想這個例子 不是我的例子 但是我看到很多這個病人 不過這個例子是 可能我想是來台灣 然後因為台灣的話 他們講安老院 而且他們是用胃口管 在美國的話 我們如果胃口管 如果抄了超過兩禮拜 我們通常會換 改一個換一個管子在這邊 可是台灣好像不換管子 換在這邊 一直都從鼻子這邊換 那麼 所以養老院的同工 是堅持要給老婆婆胃管 胃口管餵食 他們在說 你把胃口管拿掉 他不能吃東西的話 那是不是就叫做安樂食 這是幾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討論為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 所謂的胃口管 一個管子對不對 我剛剛講 我現在還不太了解 為什麼在台灣一定不是用這個管子 在美國如果超過兩個禮拜 我們通常會放在胃裡邊這裡 放一個管子 直接從胃中的飲食 這樣比較舒服 也比較沒有變化症 不過反正就是這樣子 那麼這個問題 我們看到這個病例 帶來出來幾個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說 四肢症的病人 他沒有辦法回答醫生問題 醫生問說要不要插個管子 他也不能回答 那麼誰來幫他回答 到底這個四肢症的病人 難道就完全沒有自主的權力嗎 他就完全就讓別人擺佈嗎 這個要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他不能自主 他完全不能夠自己回答問題 那麼誰來幫他做決定 我就常常看到家裡常常會有問題 譬如說是太太幫他決定 是小孩幫他決定 是女兒幫他決定 因為有時候家裡就會 常常會產生很多的一些爭執 你說會吵架 爸爸說爸爸生病 媽媽說要換個管子 女兒說要看他受苦很難過 把管子拉掉 兒子說還是要換個管子 所以有時候會吵來吵去 造成很多家庭的問題 那麼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叫常規維生治療 非常規維生治療 這是在很多人在爭執 什麼叫常規維生治療 就是說譬如說 你如果這個病人根本不能吃東西 他靠著管子給他餵食 如果你把餵食管拿掉 他就不能吃東西 他不能吃東西怎麼會怎麼樣 就是餓食嘛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管子到底是一個常規維生治療 就是說你一定要這個管子 他才能夠治療 還是非常規維生治療 很多人把它分成常規跟非常規 常規的話就是說這個是一定要的 譬如說氧氣 你一定要給他氧氣的 你把這個氧氣拿掉 他就一定要死 所以這個他們就說這個是常規 一定要給的 不是常規就是說飲食吃東西 應該不會是這麼講 應該是 就是說有些常規就是說 你ordinary 英文叫做ordinary 就是說那個 平常性 平常性的 那extraordinary 我會常發現就是說 特別的就是說譬如說要開刀 那是非常規 要比較侵略性的 比較特殊性的 那一般來講 很多人會把分回常規維生治療 跟非常規維生治療 就是說非常規維生治療 通常是比較有侵略性 侵略到你的身體開刀 或者是換個管子 換管子在中間 到底是不是非常規還是常規 非常規的話就是太侵略性 有些人就說那就不要做 可是如果常規不是那麼危險性的話 就是說做 那麼很簡單的我們說 給病人吃東西 這個是應該是常規 這是很自然的 那開刀 另一個句話就是說 這是非常規 所以可是在這個中間 像這個又換個管子 這個又沒有開刀那麼侵略性 但是又不像那個平透普通 你給他吃東西就很普通了 那麼這個到底是常規還是非常規 因為如果病人說非常規 我們可以不要給 如果說常規就好像一定要給 你不能夠給一個人說 我就不給你氧氣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爭執 到底是怎麼樣去婚 什麼時候是常規衛生治療 什麼是非常規衛生治療 這個是在一個一般的 有時候在一般的 特別是在一般的民眾 你常常會有這個爭執 像剛才講的說 你怎麼可以不弄個管子餵他呢 那是不是要把他餓死 可是你電話一旁邊有些人就說 可是那個管子還是很牽連性 你知道他這樣插著 還要把他手綁起來多辛苦 那所以應該還算是非常規 那還是可以有選擇性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 到底是餵侯、餵食管事侯常規 是無害呢? 還是何物不善愛原則? 一般來講大部分的人會覺得說 放個管子給他餵食 這很普通的事情嘛 可是其實像剛剛那個例子 為了要放個管子給他餵食 你就要把他的手綁起來 那就還是牽連到他的自由了 人生的自由 所以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剛剛那些安老院的人講到說這個安樂死 到底說你如果讓四肢病人給他吃 可是他又自己又不吃 或者他吃了以後產生胃炎 那麼這樣讓他因為飲食不足 然後慢慢死亡的話 這個算是安樂死嗎? 這個當然不是 但是我等一下會給大家解釋 但是這個就是說 常常會在一般的民眾 甚至在有些比較沒有經驗 或者是某一些比較 勤力性的一些醫生的話 他們也會想說應該不可以這樣子做 另外一個病例 這是另外一個病例 就是一個很年輕的 有時候我剛才講 不一定是失之症 當然很多 我們今天要只要講失之症 可是就是說不一定是失之症的話 有時候就是年輕的 他如果有癌症肝癌 已經全身 癌細胞擴散出現肝昏迷的話 那醫生當然會說 大部分現在我們到醫院 醫生都會先問你 如果說你的腎 你會生病啦 不管是肺炎 或者是心臟病化做你的心臟停止跳動的話 要不要做CPR 就是說要不要做那個搶救 你的呼吸停止 他要給你做人工呼吸 你的心臟停止 要給你做心臟按摩這些 要不要做 這個當然 問他要不要做的時候 當然患者開始出現呼吸困難的時候 那麼子治醫生提出 要不要做氣管切開 要幫助他呼吸 那有時候那個時候 其實患者有時候會說 因為你問他的話 患者有時候會點頭 可是其實他已經是昏迷不顯 或者是他已經神智不清 他也不知道你問他什麼 他就跟你要點頭 那家屬當然知道說 好啊 既然家屬患者已經等頭了 就做吧 可是做了以後 因為癌症已經全身了 而且已經肝昏迷了 已經是很默契了 那麼你就說 跟他做了氣管切除 自無性的交互幹嘛 到最後還是去世對不對 因為你為什麼會這樣 血液癌症的問題 你不治療他的癌症 你不治療他的基本的毛病的話 你做個氣管切開 幫助讓他呼吸 他還是要走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話 就是說 管我讓病人很痛苦的拖了好幾天 那最後還是走啦 那在這幾天裡面他受了很多的苦 而且又有很多 又有很多激到的醫療費用 這些東西 美國的醫療費用實在是很貴 如果你完全沒有保險的話 真的是很嚇人 我有一個朋友從台灣來 他患了一個麻病 就是也會影響到護膝的 他的媽媽啦 那結果到醫院去 到UCSA住院才10天 他大概也是在加護病房 插個管子10天 花了40萬啦 40萬美金 我說嚇死了 真的是 我們常常有保險 我們不覺得那麼貴 不過這樣的話 當然他們病人就開始會覺得說 哎呀 當時他病人等頭 是不是真的他說他要做氣貼 對不對 他根本已經十字不清了嘛 所以這樣的問題的話 常常會給家屬造成很多的一些 後來的一些心情上的一些 懊惱、悔恨、悔恨、罪惡感 這個罪惡感有時候可以好久的了 我有一次也是講這個問題 在另外一個地方 在一個教會裡面講 講完以後 然後有一個年輕的女人就來跑來給我講 她說嘉醫師今天真的感謝你 我媽媽就是見過這樣的一個前嫌 差不多有十幾年前 那她跟她哥哥弟弟就吵架 吵吵了 她堅持說讓媽媽走 可是她哥哥弟弟就堅持說 還要做什麼氣些什麼 後來她 因為她是老大 所以還是她的堅持就沒有 就讓她走了 可是因為她這樣決定 她哥哥弟弟就跟她吵就很不愉快 結果讓她十幾年的一種有罪惡感 說是不是她放棄了她媽媽 讓她媽媽走 結果她就難過了十幾年 後來她來聽我演講以後 她就會說她好像心裡邊的一塊大石頭 這樣十幾年來 終於把那個大石頭放下來 所以有時候這個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常常不只是影響到病人 不只是影響到家屬 影響到十年 二十年以後 只影響到你一輩子 所以常常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等一下我會講 應該最好 如果你跟你的兄弟姐妹親戚 有不同的意見的時候 最好找醫生 跟所有的親戚一起來討論 來解釋 把這個情形解釋清楚 然後有一個共同的決定 這樣才不會讓某些 造成家庭的問題 也讓某些人造成一些 一輩子的後悔 一輩子的難過 一輩子的負擔 所以這第二個問題就是看 到底怎麼樣台灣決定 要不要做人工夫妻 要不要急救 或者是病人的現象停止 就讓他自動的去 那麼什麼時候應該積極的治療 譬如這個病人你說已經癌症末期 全部都是癌症 他有全身都是癌症 你說你要做什麼治療呢 或者是是不是應該安眠照顧 我們有時間在講到什麼叫安眠照顧 那我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病人 沒有能力去為他自己做醫療決定 在那個時候他已經肝昏迷 其實他就等頭搖頭 都不一定是什麼意思 所以是不是在他還沒有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當然有些失智症 這跟失智症比較不一樣 但是也可以 在失智的初期 剛開始的時候 是不是要跟病人有足夠的溝通 這個大家有兩個人知道 在失智症得很草奇的時候 足夠的溝通來預立醫療指示 所以在病人 就是說能夠 在病人還能夠為自己做決定的時候 你先跟他討論這些問題 讓病人跟你講說 有這種情形的時候 我要不要插管 我要不要做急救 那麼如果病人已經沒辦法決定的時候 到底應該哪個人來幫他決定 那應該怎麼樣來歡迎病人做決定 譬如說你先生 你的親戚的話 你媽媽的話 已經沒辦法做決定 那你是代理人 你要怎麼幫你的家屬來做決定 好 我們說今天最主要是講到生辰規劃 我們常常會做一些 我們常常會有遺囑對不對 遺囑就是說 我們以後走了以後 財產要怎麼分配啊 怎麼因為財產沒分配好 小孩會吵架 會爭遺產對不對 剛剛很多有錢人 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醫療健康的規劃也很重要 就是說以後你在還沒有走以前 在最後的那一階段 要怎麼樣來做這些治療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看看美國人是怎麼樣死的 70%的美國人 你如果問他說 你到底以後要在家裡死呢 還是要在醫院裡去世呢 其實70%的美國人都希望在家中 我想華人很多也是這樣子 要回家 很多人已經都死了 還要把他趕快送回家 70%的美國人家 但是事實上也只有 25%人真的是在家中過世 大多人的人等於說他們希望在家中 可是他們都沒有真的死在家中 都在醫院裡面 甚至乘生操著管子這樣去世 這個是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當然就是說因為沒有事先寫好 就說我要怎麼做 或者是事先沒有跟家屬討論好 好 那麼大部分的因為我們通常不太喜歡談到死 我很少講這個題目 就是因為華人通常不太想聽這個題目 很多時候你如果寫說我們要講這個題目 很多華人都不想來了 因為覺得好像講到死 好像是很倒楣的事 而且很不好的事 那麼醫護人員通常也是他們一樣 醫生我是死的 醫生不依死 所以也是不想去討論死 而且是醫生通常也很少去 有那些經驗去怎麼樣去照顧這些病人 所以既然病人家屬也不想談 醫護人員也不想談 所以通常都不談 可是不談的話不是說就不會死 對不對 我們說不像有些華人的那些習慣說 哎呀我如果不談的話 我就可以逃避怎麼樣 這個逃不了 如果你不去談的話 逃可能到時候會有很多的問題 好 OK 我才面對生命後期的特殊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病情告知 很多時候到現在還很多都是這樣子 如果說某某人有了癌症 他的家屬馬上會來跟醫生講 不要告訴他 不要讓他知道 我媽媽有癌症 不要告訴我媽媽 讓我媽媽能夠快快樂樂樂的走 不要知道他有癌症 問題是真的是媽媽就不知道嗎 問題是媽媽真的就能夠快快樂樂的走 這是一個到底病情什麼時候要告知 特別是失智症也是一樣 到底是如果說病人有出奇的失智症的話 醫生是不是要很坦白的跟病人溝通 很坦白的告知 讓病人知道 還是家屬會說 不要告訴我先生 不要告訴我爸爸 就不要讓他知道他有什麼毛病 因為當然病人家屬就是怕他說 他如果知道他有癌症 知道他有失智症的話 是不是會非常憂鬱 是不是會做一些想法 還有一些止痛藥物的使用 很多華人對這些止痛藥物 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想法 他們明明是癌症末期已經很痛了 但是就是不要吃止痛藥 甚至失智症變了藥 就是不要吃止痛藥 這個我們可以討論 那麼照護與治療的決定權 到底誰來決定 常常會碰到哥哥說我是兒子 我應該決定 姐姐說我是大女兒 我應該我決定 媽媽說我是太太 是我的決定 所以到底是誰來做決定 這個有時候也會造成很多的問題 特別是如果他們有不一樣的想法的話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飲食失憶 或鼻尾管的迷思 我們剛剛講過 到底要不要很多 最近還有一個病人 他家屬就說 每個禮拜帶他醫院去打那個食鹽水 他說怕他失水 因為他不會吃東西 不喝水 不喜歡喝水 所以每個禮拜去打 到底這個是有沒有必要 是不是好 要不要失憶 要不要做鼻尾管 當然這個不只是華人才有這些問題 但是華人好像特別有特別的問題 就是說 到底剛剛講 到底要不要在家裡過世呢 還是要在醫院過世呢 還是就在老人院裡面過世呢 然後對喪葬的安排 也常常會造成很多問題 當然這些東西都 一般來講 我們都不是很喜歡去討論 但是其實你也不喜歡 我們就 我們自己來想 有一天我們走的時候 我們不希望說 我們都已經躺在那邊了 結果我們的子女為了說 到底要土葬、要火葬、要葬在哪裡 在那邊吵架、吵一吵去 結果整個喪禮都 大家心情都已經不好 都已經很喪心了 就沒有心情去互相彼此來支持 反而彼此在那邊吵架 這些都是 其實如果都應該是 我們都應該事先討論 到底要不要 不能吃東西的時候 要不要插個管子 不能呼吸的時候 要不要做氣管切開 心臟肚子跳動的時候 要不要做心臟按摩 不能呼吸的時候 要不要做人工呼吸 那在什麼時候 譬如說剛剛那個癌症已經末起的時候 是不是就不要再做 做一些特別的治療 是不是讓他去做一些安寧照顧的工作呢 那安樂死 當然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這些問題都是我們 特別今天我們要考慮的 就是為什麼要做這個post form 就是說 如果能夠在事先 我們病人還能夠有一些自己的意識 還能夠自己做一點做主的話 或者是即使病人已經沒有辦法做主 但是在家屬還沒有碰到最後一刻的時候 還有時間去慢慢的溝通 慢慢的來討論 還有時間去跟醫生商量 多得到一些信息的時候 就來做這些決定 可能會比到最後一刻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事情才多 還要去做這些的話 很多人就會造成很多不好 這個傳譜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有時候在教會講的 但今天我們不講那個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華人常常要想 但我現在講華人 當然不見得就是華人 因為其實外國人 有人講外國人 其實什麼叫外國人 因為這邊外國人也有 也可能是印度人 也可能是黑人 也可能很多人是中東人 每個種族 每個國 都有不同的國權 不同的民情 但是最主要我們 對華人比較了解 我們就講一講 華人比較特殊的方面 一般我們的想法的時候 任何的治療 對別人都有益 我們說做得越多也好 怎麼跟你 如果問你別人的時候 你要不要做這個 你要不要吃這個藥 為什麼不吃 當然要吃 對不對 你如果有肺炎 為什麼我不吃抗生素 當然要吃 感冒 你為什麼不吃 給他吃藥對不對 你去看美國醫生 有時候你感冒 美國醫生說 哎呀不用吃藥 回去一時候都休息 但是華人就有說 我來看你 我來給你看病 你什麼藥都沒給我 你看了什麼病 這是有些 但是其實不是所有的治療 對別人都有 都是好處的 有些不治療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 那個肝癌末期 你再怎麼給他治療 你沒有治療他的肝癌末期的話 你最後還是要走 可是這些走的話 他最後那幾天 拖了幾天 甚至拖了幾個禮拜 或幾個月 那幾天幾個禮拜幾個月 有時候 對他來講是 讓他受更多的苦 可是 當然你說 可是都活了幾天 可是是為了你 還是為了病人 病人還是走 可是那幾天 他多受苦了幾天 那有時候 對家屬來講 也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你如果能夠在最後的時期 能夠跟陪著自己的親人 在那邊靜靜的 不管你是唱詩歌 或者是你就在那邊陪他 或者是怎麼樣 正正的陪他 讓他在家人的環繞中慢慢的走 平安的走 比較好的還是說 你把病人放在醫院的家戶病房 家屬也不能夠常常跟他在一起 他這一個人 姑姑連連的躺在那個家戶病房 全身擦完管子 所以他還是走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去想 所以有時候 並不是所有的治療 都是對病人有益的 我們治療的話 要有一個目標 譬如說常常有人說 為什麼不給他刺抗生素 為什麼不給他擦管 為什麼不給他那個IV 給他打 你要想想你給他那個目標是什麼 是目的是什麼 到底你為什麼 通常我們說治療的目標 一個就是說 如果說肺炎需要抗生素 你給他抗生素把那個病治好了 那當然很好 對不對 或者是你有一個癌症 還很早期 你開膠把那個拉掉 治癒了很好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是沒有辦法治癒了 但是至少如果我們能夠延長 他的生命也不錯啊 比如說比較簡單 比如說乳癌已經跑到骨頭了 乳癌已經跑到骨頭 大概就沒辦法痊癒了 你開刀也不能開 開完也不會痊癒 可是如果你給他吃藥治療的話 通常乳癌跑到骨頭 還可以延長受病差不多7年 那這個可以延長生命 當然要治療 對不對 可是如果有時候 你根本就沒辦法延長生命了 我們只要延長生命說 延長到至少要幾個月一點 而且那個時候你還是要考慮到他生活的品質 到底你不能說 哎呀反正他都 有些醫生會有這種態度 就說反正就要死了嗎 我還看他幹什麼 就是讓他死吧 可是不對的 就是要死 每一個人我們都要死了 有一天我們都會死 只是長短時間長短問題 在那個他還活著的階段 我們要怎樣讓他日子過得最舒服 沒有疼痛 沒有憂慮 當然可能完全沒有憂慮 但是比較沒有那種焦慮 讓他能夠很平安的走 這個也是一個我們治療的目標 所以能夠治癒當然最好 不能治癒最好能夠延長他的生命 就是不能延長他的生命的話 我們也要盡量的去改善他的生活的品質 所以就是我們治療的目的 另外一個迷思就是說 很多人說拒絕微生治療就等於自殺 也許會影響到人獸保險這些 所以拒絕微生治療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 那個適室症的病人他長長肺炎 那給他插個管子 如果你不給他插管子 好像就是說你甚至把他殺了 然後讓他死 安樂死 這個不對的 想一想 在一百年前沒有鼻尾管的時候 如果你不能吃東西怎麼辦 就是死 我們看那個美國的國父 華盛人他怎麼死的 他其實現在如果是在現在他絕對不會死 他是因為喉嚨喉管喉嚨花炎 結果腫起來 結果就不能呼吸了 如果現在我們就跟他這裡插個管子 讓他呼吸 這個喉管花炎就好了就好了 對不對 可是那個時候就沒辦法這樣子做 結果他就這樣就死了 所以但是你說插個管子 在一百年前剛剛有這樣子做 所以其實他的死不是因為他的沒有插個管子死 是因為他的本來就有那個麻辯才會死 所以你不給他微生治療 譬如說癌症的末期 你不給他弄那個IV 他是會死 可是你給他弄IV 就是說你不給他IV他死 他不是因為你不給他IV死 他是本來就會死 本來就是因為他有癌症嘛 他到末期的時候他沒辦法吃東西 你在通常我等一下可能會有一點統計數字 會給你看 獅子症的病人 你到末期常常肺炎 不能吞東西的時候 那時候你再怎麼弄的話 他的生命已經是很有限了 所以他的毛病已經到一個程度的話 其實他是 因為他那個毛病已經嚴重到一個程度 他會走 不是說因為你不這樣子做才讓他走 也許會擦那麼幾天 擦那麼幾個禮拜 可是不是說擦很長的時間 所以這個是你要有一個想法 不是說因為我不給他吃東西 或者我不給他擦管子 是我害了他 是我殺死他 不是這個樣子 或是他的毛病本來就會死 還有有時候我們沒辦法決定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說擦個管子嗎 那如果後來決定實在不行 就把管子拿掉 那有些人就會說 總共可以管子一擦進去就拉不出來 其實一樣的 就法律來講 你到底不擦管子 或者是擦了管子以後 再把管子拉出來 是一樣的 在那個 記得不記得 Florida 可能你們不記得 年輕的大概不記得 Florida Sherahol 有一個年輕女孩子有沒有 他不能擦了管子 後來拖了好幾年 後來不能把那個管子拿掉 就走了 那就是管子擦了以後 還是可以把它拿掉 我有一個病人他是因為 他爸爸呼吸困難到急診室 結果被插個管子 送到教護病房 結果他女兒進來很生氣 他說我病理上就寫得清楚 我爸爸說不插管的 他就仰仰要告 他說你這樣給他插了管 他在那邊怎麼辦 後來我們就討論 大家說好 那就把管子拿掉 他也同意了 就把管子拿掉了 後來管子拿掉 爸爸真的走了 所以不是說 所以有時候 當你沒辦法決定的時候 其實有些人也會說 你就幫我插個管子 然後過一個禮拜 如果還是沒有進步 我們就把管子拿掉 還是有這種情形 不是說管子插進去 就絕對拿不掉 因為你本來就是會走 那你給他不插管子的話 就這裡走 插個管子的話 也許是會晚一點走 但是插的時間有限 而且都是會走 還是可以把他拿掉 不用 OK吧 我們看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很多人我們在簽這個 寫的時候說我不要急接 或者說我不要 甚至有些人怕說我要安典照顧 他們會覺得說 可是我如果簽到安典照顧 是不是醫生就不管我了 就要讓我去 就隨便把我放棄了 或者是家屬會覺得說 我如果簽到安典照顧 那是不是我等於放棄了我的家人 放棄了我的父母 所以常常會有這種想法 就是說我如果放棄了 這是因為這種治療 是不是就拒絕所有的治療 但是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 給你看的就是治療目標 即使你不放棄了治療 我們還是有很多的辦法 來改進來增進你的生活的品質 譬如說你說 哎呀我如果不吃東西的時候 或者是我不喝水的時候 或者是我不給他擦IV的時候 他是不是會很口渴 這個其實 第一個當然我們等一下會討論 就是說其實他不會到 他不會覺得口渴 他不會覺得難過 那真的他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一般就是這個嘴唇這個地方 我們還可以用一些冰水 給他擦一擦讓他覺得舒服 或者是一些 或者說癌症的冒險 你說我不再急救的話 不是說我們就放棄了 我們還是要給他很多的藥物 止痛藥 症健劑 來幫忙增進他的生活的品質 所以放棄這些特別的治療 放棄化療 放棄插管不是說就放棄治療 其實反而更要積極的去治療他的症狀 更積極的去增進他的生活的品質 好 那麼這個是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的更詳細一點 到底說要 如果說停止聯工營養或水混 臨終變冷 變不會增加變冷藏肥 這個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解釋得清楚一點 因為這個長大老師造成很多很多困擾 就是說病人不會吃東西 要不要查個管子去餵食 病人不能喝水是不是要給他IV 病人怕失水是不是給他IV 如果不的話 是不是讓他餓死餓得很痛苦 是不是讓他渴死可能很痛苦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報告 很多的研究做出來 發覺病不增加病人的痛苦 這個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說Pierce 首先幾乎餓死 可是後來被急救出回來的話 你問他說他那時候有沒有很辛苦 其實他有沒有感覺 甚至有些人反而覺得更舒服 我們知道在病人很餓的時候 他的腦部裡面會昏迷一些 我們叫Endorphin 就像搞馬肺一樣的東西 反而會讓病人有一種熱感 有一種比較平靜的感覺 那麼有些人就是說 到底要不要所謂那個什麼胃管 這個是叫常規衛生治療 一定要繼續給 你可以說不打IV 不打 可是一定要給是常規衛生治療 其實在醫學來講 沒有什麼常規衛生治療 沒有什麼非常規衛生治療 病人完全有自主 卡納檢可以自主 到底他要怎麼樣治療 他要吃要不吃 都變成這個完全的權利 那這個其實在宗教來講的話 也是我不曉得 佛教我不太清楚 如果說天主教的話 天主教的教法 也特別有發表過聲明 就是說常規衛生治療 跟非常規衛生治療 那個給IV 或者給胃管治療 這都不是什麼常規衛生治療 都不是一定要給 這個是屬於非常規衛生治療 還是可以病人 還是可以決定自己要給還不給 所以就是從信仰來講的話 這應該也不是一個問題 那麼另外一個問題當然就是這個 剛剛我們講過心肺部署術 就是說你的心臟停止要做心臟按摩 或者是你呼吸停止要做人工呼吸 這些東西其實不是 一般來講說我心臟停止 你為什麼不給我按摩 這樣到心臟才跳 或者說我不能呼吸 有機會說我不能給我插個管子 可是如果你的病是沒辦法恢復的話 你去做這些心會呼吸術 不見得就是說沒有壞處的 特別是年紀大的 通常都有骨質疏鬆啊 這邊一按的話 我們做過的按照都知道 按的話 所有的骨頭都會按斷的 這些熱骨都會按斷 反而病人可能會更多的難過 更多的痛苦 更多的不舒服 那麼如果病人已經心臟停止跳動 在人際比較大 特別是如果是有癌症 或有喜納失智症 或有其他病的話 有一些基本的病你沒辦法治療 他到那個程度已經心臟停止跳動的話 其實很多很多研究報告都做過 在那些人你給他做心臟按摩 或者給他做人工呼吸 一般來講他們恢復的機會幾乎等於臉 特別跟年紀有關係 如果是一個年輕人剛好受傷 呼吸停止 你趕快給他急救 因為他年輕他其他器官都很正常 急救以後可能他還會恢復 可是在一個七八十歲 八九十歲的病人的話 他已經起發有許多心臟的毛病 恢復的毛病 這個毛病已經嚴重到在他心臟停止跳動 你再把它試圖去恢復他的心臟跳動的話 他基本的毛病如果沒有治療好的話 他恢復的機會幾乎是等於臉 很多人不喜歡簽也是這個 就是說簽了以後是不是病人就不會被重視 其實這個應該對一個比較 就是說應該對醫生來講 不應該是一個因素 病人到底要不要急救的話 對我來講的話 是只有在病人的心臟停止跳動的時候才有不同 病人的心臟停止跳動 當然我就說要不要急救 在病人的心臟還沒有停止跳動以前 我對他們的照顧是一樣的 那麼這些就是我們的文化傳統 我們總是說 CP是不是可以把病人再救回來啊 那如果沒有試試 你如果說我病人不要急救了 是不是家屬啊 前妻啊 會責備我啊 說你怎麼這麼不孝啊 讓你爸爸這樣走 或者是有時候會怕後悔這些東西 但是很多時候 就像我剛剛講的第二個例子 你為了說在病人末期 你做一些無效的治療的話 結果病人還是死亡 結果是病人痛苦 家屬還了 最後感染 醫師也就很挫折 明明這個病人要死了 我還給他在那邊壓他的心臟啊什麼 做這些動作 那醫療肌炎心臟會 所以結果其實是 所謂世術的幾面 誰來解決 誰來決定 譬如說我的親戚已經有了 試試之後沒辦法決定 一般來講 當然是配偶、成年、子女 一般來講說配偶是算 如果病人的家屬 就說配偶第一 然後就是成年的子女 對不對 那很多時候 我們不想告訴家人 家人的身份病 不想告訴他 就說病人已經夠多環繞 就安心養病就好了 所以就讓他們來做這些決定 所以什麼都做 可是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 醫療、醫療、指示 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在病人還能夠做一些決定的時候 甚至失智症 我們一直講 如果在失智的早期的時候 所以這是前世代人 就會說我的家屬有失智症 我不要讓他知道 那你如果不讓他知道 你怎麼跟他討論 所以就說是不是要很坦白的 一起來討論 一起來討論病情 甚至討論到說 以後萬一有這個情形的時候 怎麼要去做 這就是 醫療、醫療、指示 就是我們今天特別要講的POSE 那麼以實方面 我們常常覺得說 病人不管有沒有胃口一定要吃 就盡量的吃 盡量的吃 或者是如果病人失水了 送到醫院去打點滴 這個在台灣大家 從台灣來都很知道 每個人很喜歡打點滴 如果不會病人打點滴 是忘記病人到病人等死 但是 為什麼跳到這邊 好 沒關係 那麼什麼叫醫療、醫療指示 我等一下會再講 醫療、醫療指示很簡單 就是說 書面文件 當病人沒有辦法表達意見的時候 如果他已經有一個書面文件 在他還能夠健康的表達 他自己的醫療意見的時候 已經寫下來 那這樣的話 這個叫做醫療、醫療指示 醫療、醫療指示 基本上有一個是說 在像POSE form 就是寫 你要不要做什麼治療 是要怎麼樣的治療 這個其實POSE還寫得不太清楚 通常我的病人我會要求他 他這只是說 我要所有的治療 或者是我只要選擇性的治療 或者是我只要讓我舒服就好了 那通常我在POSE form上面 我都會要求病人再更清楚 如果真的是有問題的時候 要不要送醫院 如果是你不能吃東西的時候 要不要擦管子來餵食你 如果你不能呼吸的時候 要不要擦管子 如果你吃水的時候 不能喝水的時候 要不要給你IV 這些最好都寫得很清楚 你的那個 這個如果照這樣還不夠清楚 最好你寫得很清楚的話 醫療指示是越來越清楚 越寫得越清楚越好 因為很多你沒辦法預測的情況 如果發生的時候 你已經沒辦法幫你自己做決定的時候 你希望把你所想要的寫得很清楚 那還有一個辦法就是說 你可以指定代表 你說當我沒辦法為自己做決定的時候 我要我的太太做決定 或者是我有一個親戚 他最近走了 他就說 其實不是我親戚 這也是我親戚 是我女兒的業 怎麼講 我女婿的爸爸 我女婿的爸爸就去走 他知道他太太也沒辦法做決定 他就跟家人跟太太講說 以後我有問題的時候 你就完全問我的女兒 就是問他的媳婦 你就讓媳婦做決定 指定就讓媳婦做決定 當你沒辦法決定的時候 有時候你覺得 你沒辦法 你的太太可能沒辦法做決定 你可以指定 我要我的女兒決定 大女兒 二女兒 或者大兒子 這些都可以指定 有時候是因為小孩都住在很遠的地方 譬如說我們在台灣很多家屬 小孩都在美國 那只有一個小兒子住在台灣 那我們就說 就是小兒子來幫他做決定 這些因為指定得很清楚 誰來做決定的時候 這樣到時候也就不會有爭吵 不會說大兒子要插館 二兒子不要插館 讓上面插來插去 所以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這些醫療組織 就是我剛剛講的 到底要指定某個人 或者是說明你什麼東西要做 什麼東西不要做 要不要做急救 這些有不同的一些form Postform是比較特殊的 一個form Postform 這個是在加州 其實現在很多周都差不多一樣的 那它上面如果等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看 你可以看一看 不是剛才這個只有英文的 這是我剛剛講的 要不要做急救 要不要 不是 是你的 是你的 誰的天 是不是要做治療 要做多少治療 要做審究性的治療 這些東西 這裡Post 就是 所有各州的這個 都承認這個東西 但是各州的法律不一樣 所以也許有不同的表格 那我們Post 是加州的一個表格 就是 你看看這是粉紅色的 那剛剛已經說完過了 就是說 你可以把你自己所要做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應該 其實什麼時候做Post 就是我們現在做 因為現在我們同樣很清楚 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想做什麼 可以做決定 但你說我怎麼做決定啊 你對你來講做決定很難 可是如果有一天 你要你的小孩 幫你做決定 那更難 那我們常常說 我們不想把我們的麻煩 留給小孩 那還是 在你還能夠清醒的時候 在你還健康的時候 最好做決定 那把它寫清楚 但是這個決定不是說 你今天做決定 每天就不能改 只要你還神志清醒 你什麼時候都可以改 所以不是那麼 你在這個時刻 你覺得怎麼樣 你就說下來 下個月你說我改變了 我本來這個月 我覺得我身體很好 我不想死 過一個月說 我身體這麼多麻煩 我還是走了 好了 這個都可以改變 心理會改變 那你的代理人 或是你指定說 我女兒子 或你女兒 你指定的話 這個 這個你的代理人 就有權幫你做出任何的決定 所有的醫療決定 你已經沒辦法做決定了 那你就可以幫你做決定 但你可以限制或擴大 代理人的權利 你可以 你在你指定的時候 我只要我小孩幫我做某一些的決定 某些決定 我不要他幫我做 這些東西 那都是可以顯得很清楚 我要接受某些治療 我有癌症的時候 我要接受化療 或者說我癌症的時候 我不接受化療 我要開刀 我不開刀 什麼都可以講得很清楚 到最後 到我的遺體 要不要捐證遺體 這些都可以檢查 甚至如果要更詳細的話 在一些安寧照顧的一些辯人的話 那個 我們通常都會要求安寧照顧的辯人 都會在對他們的遺體的處置方式 他們的葬禮什麼 都要很清楚 到底要到哪個 哪個地道 哪個葬禮所 最好都寫得清楚 萬一事情發生的話就送去 要不然你到時候還要再去找對不對 所以就要事先能夠安排清楚 有些事情當然你的帶領 不能幫你做的 只是幫你做你的醫療決定 這個你可以限制的 當然他不 這個跟財務沒有關係 我剛剛講的時候 我們在做我們的遺囑方面的時候 規劃的時候 生前規劃有一部分 不管是財務方面的 這個只是講健康方面的 那你如果說我寫了這個單子 或者說我指定我兒子幫我做決定 不是說你以後你就完全沒有權利了 這是你兒子幫你做決定 在你那你指定你兒子在決定 是在你沒有辦法自己為自己做決定的時候 你兒子才幫你做決定 當你現在身體還很健康 你還很清醒的時候 當然是你自己還是幫你自己做決定 只有在你已經失去了自己決定的那種能力的時候 你兒子才開始幫你做決定 所以你要選擇一個帶領他有一些 就是說當然年紀要滿18歲 那當然最好是審一個主要代理人 還有兩個後補代理人 要不然萬一你走了 你的主要代理人 你審一個80歲了 結果比你更早走的話 就沒有人幫你做決定了 所以有一個代理人 應該比你年輕的 還有後補代理人 那當然是你會相信的 不會說想要你早一點死的人 你要有很多信任的 受錢這些東西 而且最主要跟你的個人的教職觀 教職觀跟信仰有關係的 就是說比較有同樣的信仰 不要說有一些爭執啦 譬如說你是佛教徒 結果或者是你是基督徒 那這個要幫你做決定的人 是一個佛教徒 有時候反而會產生一些 信仰上教職觀的一些問題 那最好是你如果決定哪個人的話 你要跟他常常有溝通 讓他能夠明瞭 明白你所想要的是什麼 如果萬一有一天 你真的不能做什麼的時候 你他能夠完全了解你要做的是什麼 那這個表格剛剛有講過 其實很多地方都可以拿到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 你可以到其實醫院什麼 其實現在就是說醫院的話 都會要求你要填寫的 如果你去住院的話 都會邀請你要填寫要 不一定是Post form 但是在加州的話就是Post form 都可以有沒有 應該怎麼樣填表格 這個當然就是說你自己要在你 還能夠能夠幫 有能力幫你自己做決定的時候 那當然你最主要 你要跟醫生溝通 要完全了解到底你的 因為你如果沒辦法了解你的 你的身體的狀況或者是好處 壞處 這些都跟醫生討論得很清楚 那討論得很清楚以後 你做了決定以後 要有證人在場 還要做公證 那那個 你只要你還有能力做決定的時候 你認的時間就可以改變 改變的話就撤銷了 那你做完決定 你寫了以後當然 我們剛才講過了 就是說你要做什麼 可以寫得越詳細也好 要不要抗生素 要不要插管 要不要甚至要不要到醫院 甚至能夠講的 要不要做一些呼吸器 甚至要做洗腎 這些都可以寫得很清楚 那Tento 當然你有一本 你要保存起來 放在家裡 如果你的指定 你兒子幫你做決定 最好給你兒子一本 所以你兒子知道 知道你到底要什麼 那最好你的醫生也有一本 那醫生知道 萬一有一點的話 就是說最好你的代言知道 那醫生最好也有 律師也有 這個地方 大家都有 甚至如果你要放在錢包 或手提包裡的話 當然也是很好 萬一有一天 你在路上剛好夫人之間 怎麼樣 那人家馬上可以知道 但你需要 你所要的是什麼 那這個是我剛剛講過 這個DNR So you do not resuscitate No resuscitation 就是說 你要不要做心恢復是不是 一般 如果你不想知道 你說 有人已經 我已經愛臭冒氣魂 我吃得要走了 我不要 當我心臟停止說 我不要在你胸部這樣壓 那你就說 我是NO-CO 你到醫院去的時候 萬一我心臟停止跳動 你就讓我好好的走 POST 就是剛剛講 No-CO 是同樣的嗎 對 No-DNR 就是我們醫生在講 No-CO No-CO CO就是那個 廢位 Four-CO 那Four-CO就是什麼都做 Four 那當然這個討論的問題 怎麼樣去討論 然後你害怕些什麼 這些東西 這是給你幫忙的 不好意思 你害怕些什麼 你能夠接受哪些治療 有些人就是絕對一定 一定不要開刀就是不開刀 有些 我最近看台灣有一個 演戲的喜劇 諸葛亮 對不對 他說什麼 我最近才看他 因為我不知道他真正的情形 我看他好像是說他本來有癌症 結果應該可以早期可以開刀 可以治療 可是他就為什麼他就堅決 絕對不要開刀 後來就一直拖 拖到最後已經晚期了 所以有些人就他們的想法 有些人就說 我就是不開刀就是不開刀 我有一個病人也是 他有一個乳癌 其實還小 兩公分他就是堅持不開刀 這是每一個人的想法 所以你要跟他討論 到底有些你需要治療 但是如果你覺得說 這個病人這樣講的話 好像不太合理的話 你要討論他到底他害怕什麼 有些人是因為他怕開刀的時候 是不是做了麻醉 是不是就永遠省不來 或是待會兒有些病人是這樣 他很怕開刀 一進開刀他怕永遠就走不出來 這些東西都應該 如果有這些問題的話 要跟醫生好好討論 醫生可以好好跟病人討論 麻醉的話現在非常非常安全 我想現在的麻醉 說做了麻醉 結果醒不來的機會 實在是太少太少機會等一點的 這些都可以慢慢討論的 像那個止痛藥也是一樣 我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堅持不要止痛藥 後來我跟他討論 其實有兩個病人很奇怪 一個是天主教徒 他說他希望痛 他說痛得越厲害的話 對他的靈命也有幫助 所以他就堅持什麼痛藥 痛的藥他都不吃 另外一個是一個韓國人 他是佛教的 他也是這麼講 他說對他有幫助 所以有些時候 這個就要跟他們討論 所以是要考慮問你幫他宗教 現在他的宗教 他的信仰 他的對痛楚的 有些人對痛 他們覺得說 痛是一種讓他靈命能夠增長 或者是苦難 生活只是很多 或者是對死亡的恐懼 很多人怕死亡 有些人是其實不怕死 可是他怕那個死亡的過程 很多人我們怕 我們知道我們一定會死 可是又怕說 那我死的時候會不會很痛苦 這些東西 都是要去他們討論 那很多人 他們是怕失去的尊嚴 有些人說 我到最後期的時候 我躺在床上 我連小便大便都要人家幫我解決 還有人家幫尿護 這些完全失去的尊嚴 這個是這些東西 這個 或者是他還有一些未完成的事情 他跟某一些人 他一直有最後感 他跟哪個人吵架 對哪一些人有過對不起的事情 那到現在心裡沒有發生萬懷 這些事情有很多 其實我常常碰到 慢慢的跟他們講 很多很多病人 當他的決定 讓你覺得說不太合理 讓你覺得說 好像不應該這麼做的時候 其實都是有原因的 如果你能夠坐下來幫忙跟他談 常常會發現 原來他們所擔心的 他們之所以做這種決定 都是有一個不太需要 不太完全正確的一個想法 那如果你能夠把這個想法解釋得很清楚的話 他們的決定可能就會完全改變 那如果是你的家屬 他也就是要沒辦法做自己決定的 那你他指定你幫他做決定 你怎麼幫你這個 你幫你這個親人做決定呢 我剛剛講 你怎麼幫你病人做決定 其實要知道 你在幫你的親人做決定的時候 不是在幫你自己做決定 這時候我剛剛講 如果我的親人是佛教徒 那我是基督徒 如果我幫我自己決定的時候 我當然很簡單 我以後就是要做基督徒 我的上禮就要基督徒 可是我在幫我的親人做決定的時候 他是佛教徒 他也許他不需要基督徒 我現在只是舉個例 就是另外親自的宗教會 我舉個例 你不是要幫你做決定 你應該把你自己放在你的親人的立場 去幫你親人做決定 你還是年輕 你沒有什麼毛病 你當然說我就是要急救怎麼樣 可是如果你的親人已經是90歲 已經失日症末期 或者是癌症末期的時候 他的想法是怎麼樣 或者他過去對你的講法是怎麼樣 我覺得當你把你自己 放在你這個家裡的地位 然後幫他做決定的時候 你會心理上會比較簡單的 比較沒有負擔 因為你所做的決定 不是你做的決定 我常常跟我的那些病人的家屬講 我說不是要你幫他做決定 只是要你幫他把他以前所的想法 他以前的決定 幫他把他表示出來 因為他已經沒辦法做決定了 所以你做出來的決定 不是你幫他做決定 不是你的決定 好壞不是由你來負擔 因為是他的決定 只是他沒辦法講 所以你幫他講出來而已 這個是很重要的觀念 那我變成高知 我們剛剛講 很多我們華臉都說 不要跟他講 可是因為我們最主要是因為覺得 哎呀 病人比較安心癢病 不知道怎麼講 或者怕受出來 然後病人會失去醫師 有些人說你如果告訴我四肢症 那我馬上就想到四肢症 以後會怎麼樣 我乾脆自殺算了 這些 或者是保護品 這些東西 可是事實上 他們發現 如果我們跟病人 我們熟了臨終的認識是怎麼樣呢 如果我們都不提的話 我們覺得 你讓他 等於剝奪他的權利 如果你知道他 他知道自己這樣要死的話 他有很多事情可能他要做的 他還沒有完成的 他有對某些人 他有一些罪惡感 他可能要跟他 要認罪 要悔改 要跟那些人同心和好 你現在不跟他講 他什麼都不知道 他就 你讓他封閉認知 他沒有辦法去完成 他本來想要做的事情 這樣不見得是一個 對他不見得是一個公平的事情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華語認知 因為如果你不跟他講的話 可是你說你的病快好了 可是病快好 為什麼他越來越衰退 你沒什麼病 可是沒什麼病 為什麼醫生天天天給他打針 他會開始有一些懷疑 而且醫生護士講的話不一樣 有個醫生說好一點 有個醫生說好像今天炎兆一點 這樣的話 反而會讓病人的心態很難過 有時候你覺得說我是為了保護他 我不跟他告訴他 可是醫生有時候給他打個針的時候 他會問病人說 問醫生說 你可以給我打這個什麼針 如果醫生給他講的話 說我打這個針是為什麼病的話 他會忽然覺得說為什麼這樣子 醫生給我講說 你們沒有給我講實話 反而會造成這個叫華語認識 所以也不見得 你不跟病人講清楚 也不見得這是一個好事 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說 大家互相在偽裝 有一個圖 我可能沒有用出來 很畫得很那個 很傳真地就說 女兒怕跟爸爸講說你有癌症 不敢跟他講 還要撞個笑臉 所以就見到病房 跟爸爸撞個笑臉說 哎呀你這個身體快好 爸爸也假裝很 因為怕女兒傷心 也假裝很快樂 說哎呀我的病快好 結果女兒一跑出去 黃屋就跑在旁邊自己 一個人在那邊哭 可是爸爸其實心裡也知道 看到女兒走了自己也在那邊哭 其實兩人心裡都知道 可是兩人都不給他講 碰到面的時候還撞著笑臉 可是兩人私底下才會哭 這樣反而其實也不是一個好事 是不是 因為如果兩個人能夠互相來了解 互相來溝通 反而可以互相幫助 所以就是相互偽裝 還有一個就是 公開認知 在這種情況下 有時候 有些醫生可能比較那個 他就 譬如說病人做切片回來是癌症 他就馬上打電話跟病人講 哎呀你的切片回來了 是個癌症 病人可能一下子就崩潰了 哎這樣怎麼辦 這個也是就是說 病情一定要告知 你要讓病人知道 失智症 你要跟病人知道說 你有一個失智症 你有早期的失智症 可能慢慢回來會越來越嚴重 那麼可能你現在需要做什麼些準備 可是醫生不是說 打個電話跟病人講 哎呀所有的審查報告出來 你是有失智症 可能你將來會怎麼樣怎麼樣 醫生 我從來不這樣子跟病人講 我一定要病人進來 我跟病人的家屬在一起 我們公開好好的討論 我可以來解釋清楚 你的失智症還是在哪個階段 還是有可能有多長時間 也許會慢慢變壞 可是我們不知道 這些解釋得很清楚 讓病人有一個充分的了解 只有在病人充分的了解的時候 他心裡才不會有一些不必要的擔心 不必要的猜忌 也才能夠有完全的知識 去做正確的決定 所以簡單的講 剛剛講就是說 病情一定要跟病人告知 這個事其實是法律 病人有被告知的權利 但是你告知的方式 就是要非常的柔軟 非常的柔軟 非常的 你要完全了解病情 你要考量病人的先進 選擇在適當的時機 不是 而且你不只是要告知病人 你要傾聽病人 當你告知病人說 你可能要早期了失智症的時候 你要讓病人講話 你才了解病人會擔心什麼 病人在想什麼 病人想說 哎呀是不是我明天就 完全不能做什麼決定 那時候你就有個機會 知道說病人在擔心什麼 你可以有個機會 好好地跟病人解釋 而且不是說 打個電話告示病情 最主要是要繼續地去支持 所以這個是一個原則 病人一定要被告知 如果病人意識不清醒的時候 那麼應該跟家事的方便要有會談 以前 特別是在華人 常常是醫生幫病人做決定 對不對 要做什麼治療 病人來 我給你這個藥 我給你這個藥 在美國應該不會這樣子 通常我在這邊審 讓醫生當了三十多年了 我從來不會說 我常常跟病人講說 我不能幫你做決定 我只是用我的醫療知識 來幫助你做決定 決定是你的 你做你決定 我只是幫助你做決定 那可是在華人社區 特別是在早期的話 通常是醫生有時候根本都懶得跟病人講 也不跟病人告訴什麼 就是來了 我就是我要給你什麼藥 我就給你什麼藥 我給你什麼藥 這樣子的話不是不太好 要盡量跟病人解釋 或是病人來了 醫生跟他講 你有Alzheimer's 可是病人哪裡知道什麼叫Alzheimer's 對不對 要用病人能夠了解的語言 簡單的解釋給病人聽 讓他能夠完全了解 到底是什麼毛病 那子童鴨我剛剛講過了 這些我想不要講太多 配偶我們剛剛講過 當然如果不行的話 當然是由配偶來做決定 那配偶如果沒辦法 就是指你做決定 但是最好最好 如果你已經有了Postform的話 也就 或者是有一些Leaving Will的話 你就可以免掉這些麻煩 其實這裡好像是重複了 其實這裡好像是重複了 通常在美國的話 自主權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決定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決定要什麼治療 不什麼治療 你的自主權是要絕對被尊重的 唯一的情況說 你的自主權不能被尊重的時候 是因為你的決定是自殺 或者是傷害了其他的病人 傷害了其他的家屬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就不尊重 要不然的話 只要是你 管理你自己的生命 你自己的治療 都是完全由你自己來決定 你有錢做決定 我想對於一個醫生來講 你提早結束病人的生命 提早結束病人的生命 或者無意的延長病人痛苦的臨終期 都是不好的 病人 所以做安寧照顧 常常跟家屬結束的很清楚 我們絕不會故意去縮短病人的生命 不會說哎呀 反正你快死了 乾脆給你吃很多藥 讓你早一點走 絕對不會故意去縮短病人的生命 但是我們也絕對不會故意去延長 他死亡的過程 就說讓他自然的走 我想我差不多在這裡解釋 先給大家展示一下 為什麼我們有時候指張說 人工營養水混補 我們說有些人覺得說 哎呀 給適當的水混的話 可能會讓他比較舒服 有些人說 圈黃水混的電池 怎麼會造成異式不簽 那給水混是最起碼的贊物 應該給這些東西 所以有很多人主張說 如果病人快切水的話 給他打個IV 給他試水 可是 可是人工營養水混不是完全都是好的 很多人反對就是說 人工水混可能延長冰死的過程 因為病人已經譬如說癌症末期 已經快死了 你給他人工營養水混 也許可以延長他一天兩天 可是延長的真的不是生命 是他的死亡的過程 那麼有時候你給他很多水混 病人缺水的話 他不會小便怎麼樣啊 反而是減少麻煩 你給他增加那個水混 他身體營養不夠 他沒有蛋白質 他不能把水混保存在你的水管裡面 你手打的水混他都跑到肺部去 跑到全身都腫脹 那肺裡面就積水 然後增加他呼吸的困難 全身腫脹很不舒服 甚至 所以這些東西 反而不是說給他水混是好的 有時候反而會減少 會增加他的身體的不舒服 所以你如果不給他IV的話 反而會減少腸胃的昏迷 比較可以減少一些嘔吐的機會 有些我剛剛提過 他如果缺水的話 可能會你腦部會昏迷一些東西 讓你的身體覺得比較舒服 今天很奇怪 那有時候你插個管子 就像那個例子 要必須要把他身體綁起來 那造成身體更多的不舒服 那如果管子被拉出來 又要送到醫院去 這也是很多很多不舒服 所以人工營養 我們有時候就是說 病人一見到某期的話 你給他插個管子 把它造成他更多的不舒服 所以 但是不是說你不給他插管 就是說你就讓他在那邊餓死 他雖然他 你還是要去給他攻擊他應該的食物 那他如果願意吃 他吃得下你就給他吃 他不吃的話就不給他吃 所以不是說 為什麼在老人院裡面很多 老人院很喜歡醫生給他打針 或者給他插個管子 因為對他們來講更容易照顧 如果這個病人吞臉有問題 他們必須坐在那邊慢慢的餵食 看看病人吞得好 一口一口慢慢的餵 可能是要拖個一個小時 慢慢去餵那個病人 如果他有IV有一個撐個胃管的話 他就不管啦 那親愛被胃管就給他灌一灌 幾分鐘就解決啦 對不對 所以在營養院裡 有時候在老人院裡面 有時候他們比較喜歡給他打IV 給他弄完 不是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他們可以節省他們的時間 節省他們的工作 可是事實上比較好的是 老人院的那些員工 如果能夠跟病人坐在一起的話 摸到他的手 慢慢的餵食他還可以增加 彼此的接觸 彼此的在一起 其實反而使讓這個病人 特別是四肢的病人 有更多的疏速 更多的疏忽 是不是 所以說停止治療不是說 就完全不做了 還是要可以用棉棒 沾四開水啦 這些照顧 這個很後悔是講一些法律的問題 我們今天不要去講 有一些法律 就是說我剛剛跟他講的 這個是在醫型上有很多的爭執嘛 你就知道 可是其實目前來講的話 這麼多年來 美國的法律 慢慢的一些法案的案例 讓我們知道說 最重要的就是說 病人有絕對的自主權 如果病人想要怎麼做 醫生絕對要尊重病人的自主權 不管在這種情況之下 甚至病人 你知道說 不插個管子的病人一定會死 如果這是病人所要的 只要你能夠證明 病人不是為了優異症要自殺 或者病人不是因為 其他的一些精神上的問題的話 那你病人的自主權 是要絕對要被尊重的 那這當然反過來講 就是說既然病人就是 絕對要被尊重 我們當然要去尊重我們的家屬 但是也反過來告訴我們自己 最好我們現在自己先做這些決定 最好我們現在先把 form 寫清楚 那麼以後的話 我們的決定就會被尊重 那麼別人就可以照著我們的決定 去做這些事 不只是我們自己可以得到滿足 因為我們決定被受到尊重 也可以讓你的家屬 在做這些決定的時候 會免掉很多的負擔 也可以免掉很多的一些罪惡感 一些不安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接著看 當然 如果我是你 你真的要被你 我對小學 她沒有發生 沒有人